6月26日,2017-18NBA赛季颁奖典礼盛大举行,前四个大奖开出,分别是赛季最佳新元奖,最佳防守球员奖,最佳第六元奖和最快进步球员奖。 这四个大奖中,有两个和火箭球员是直接有关的,但遗憾的是,火箭两大球星双双落选,火箭中锋禀皇卡佩拉,入围了赛季最快进步球员奖,但最终他不敌不行者队的奥拉迪波,事实上,奥拉迪波在赛季前半段表现很好,但在后半段,卡佩拉的表现,要比奥拉迪波更为出色。 火箭单家居新戈登,则入围了最佳第六人奖的提名,但在最终的竞争中,戈登输给了快船队球星陆维,最终无人获得大奖。 陆维此前,也是火箭队的球员,上个赛季他还在火箭队效力,在保罗一换季的交易中,被交易到了快船队,这是陆维职业生涯中,第二次赢得年度最佳第六人称号,而火箭小钢炮戈登则遗憾地错失了两连惯的殊荣,社交媒体上,很多火箭球迷都对此表达了惋惜。